甜蜜 风暴中的雨 月翻涌天晴 我的命运 黑夜的雨衣 彩虹在暗地 等一个机遇 张开翅膀轮回 有我决定 如果它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 之前高昌 想起要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 小姐的牢笼 禁锢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无动 繁华我今生死于宫 城市要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 小姐的牢笼 禁锢都无从 绝望都冰冻 何处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宫 你若有梦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我养一条狗 训它两天 它都会把龙天鱼给咬了 你连狗都不如 我养你 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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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打得好 打你 打你有什么用啊 打你会长技行吗 现在连杀了你的心动 是 抱抱 你 你 兔子 爸 爸 别走 别拦住我 别拦住我 五年前就是你把他的腿打断的 那个时候你就答应我再也不打他了 为什么你不吸收诺言 还有 这个家里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 你要把他打成这样 今天如果你要打他的话 你就打我 如果你不打了 我带他去处理伤口 滚 大哥 大哥 起来 事情该怎么做 你最清楚 我们被人 Wahr惫思念 我要给你上药了 你忍着点儿 爸爸 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不怪爸爸 都说我不好 是我惹他生气了 你还替他说话 你看他都把你打成什么样子了 就算是再严重的罪 也不至于打成这样啊 对了 大哥 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 我把家里的账罪 账目弄乱了 还我们家赔了一大笔钱 所以说不能怪爸爸 受不好 我活该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 爸爸他又不是不知道 家里大大小小的账目 全都是由你来管 这次真的太过分 你又不欠他呢 你知 都是一家人 什么欠不欠的 要说欠 我是爸爸领养回来的 两家对我有再造之恩 这份恩情我是还不完的 你这就是余孝 你也不看看你是怎么对他的 他是怎么对你的 要我是你 我就离开这个家 离开他 寻找自己的生活 念之 谢谢你刚才那份话 你还在这儿 你还在冷家 我就不会走 大哥 我出去在哪里纱布 给你换换药 好 想想啊 这次新闻发布会 十分地成功 啊 对我们报社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都有很大的提升 你功不可没 哪有啊 这还是多亏了主编的信任呢 哎 想想啊 你现在的文笔也十分地老道 新闻天赋也很高 但是 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 你就要善于发现 如何把新闻的价值最大化 简言之呢 你就要利用一切的资源 去发现这个专题中 最重要的信息 最有价值的信息 最有价值的信息 对啊 也就是读者们 最关心的一点 你哥哥龙队长 在新闻发布会上 透露了很多的信息 可是那些没透露的信息 往往是 能够形成 爆炸性新闻的价值所在 举个例子说吧 你哥说的那个 嫌疑人的名单 那名单上到底是谁呢 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 哥 喝茶 夏夏 累了 我没事 你忙你的 我就是昨天发布会 开得太急 腿跑断了 不过我没事 歇两天就好了 哪里话 你忘了 这次你帮了大忙 立了大功 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 我一定好好犒劳你 不用哥 我做这些 并不是为了要你的犒劳 我只是想帮帮你 帮帮九哥姐 你终于长大了 你终于长大了 不过哥 今天真的把我吓死了 我现在想想 发布会上的事情 都后怕呢 哥 当时真的有杀手吗 像老 你опа 现在的情况 比以前更加厌峻 以后一定要听我的话 出去的时候 要多加小心 那些人没有底线 说不定也会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情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我会小心的 哥 我自己也要当心点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 敢做下这样的案子 这个你就别管了吧 关于这些人 你知道的越多 处境就会越危险 对 我是在保护你 懂吗 知道了 早点休息 好 老爷 这是今天的报纸 好 天宇她 报纸上写 龙天宇 已经找到了嫌疑犯的关键证据 很快就可以帮九哥翻案了 报纸上还写到 她已经 像嫌疑人 宣战了 酒那么凉 怎么喝啊 老爷 给您热热吧 你们聊吧 嘟嘟 姐姐来看你了 不打针 我摸摸 好了 你已经不发烧了 不用打针了 嘟嘟 我跟你说件事 你可不可以去外面玩 我想跟你九哥姐姐说会儿话 你去给小花浇浇水 好不好 乖 九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案子有进展了 龙队长在上姑 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她已经知道 杀害林局长的凶手是谁了 现在正在搜集证据 对了 你看 这是报纸 是 我想龙队长应该很快 就会来监狱看你了 你应该 会知道事实的真相 真相 报纸上还说 龙队长之所以 开发布会 就是为了让凶手忌惮 不敢轻易逗你们 是吗 我想 凶手肯定在上姑 有很强大的势力 要不然龙队长 也不可能出此下策 我应该 去求求我爸爸 求他做什么 让他动用势力 保护龙队长啊 他会吗 九哥 我知道我爸爸以前 做的事情 让你非常失望 但如果这次 他能挺身而出 你可不可以 原谅他还有冷家 延芝 你太天真了 我去看看都督 你们谈吧 有什么事叫我 我就在门口 嗯 你还好吗 还好 我在监狱看报纸了 你知道了 你以后查案 注意安全 你也是 注意安全 你 Engine 你知道调票 把你扶在想 你都搁好的 明显 你跟人们 可不可以 我被捞了 默显 和你 今年的机会 都凶了 而且我想 你的亲生父亲关伯君 应该知道真相 我的亲生父亲 他到底在哪儿 他既然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要躲起来 难道把我托付给别人 就不用再管我了吗 不是 要是他不在乎你 星星那天就不会出现 我想 他现在不肯现身 一定是有他的考量 再给他一点时间吧 时间 你忘了 我在这儿还有多少时间 你明白 被我送回来 起来 不用了 我 把在那儿做的 就这么多了 你没有吧 偶尔 就这么多了 好 我 你在这儿好像妈妈 也不在乱 小花呀小花 你知道哥有多担心你吗 你好了就好 挺好了 以后啊你要好好地长大 哥哥会陪你的 你的味道一直没变 你怎么哭了呢 小花都好了 你为什么难受 其实我没你们看到的 那么坚强 我也会懦弱 也会害怕 也想在没人的时候大哭一场 我明白 如果你心里很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放开地大哭一场 我会陪你啊 我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罪犯 我真的不是 我讨厌那个编号 什么八九六三 我明明叫零九哥 你不是八九六三 你是零九哥 我对不起爸爸 我竟然为了一个 害死我爸爸的家族 跟爸爸大吵了一架 我说了好多难听的话 都没有来得及跟你道歉 九哥 你不要难受 你要知道 哪怕全天下的人都会离开你 我萧林峰 一定一直在你身边 绝不是一样 从今以后 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帮助你 守护你 下雨了 咱们在这儿闭会雨吧 好 妈妈 今天的游乐园好好玩 我很喜欢 以后可以每个礼拜都来玩吗 当然可以了 宝贝 我们中计了 用来龙天宇 是故意暴露他去电话区偷听的 我们现在怎么办 老冯 女儿在跟你说谢谢呢 我的乖女儿 再跟爸爸说一遍 谢谢爸爸 爸爸你辛苦了 我的好女儿 爸爸以后 还带你来游乐园玩 好不好 好 老冯啊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爸 没什么心事 有你还有我的乖女儿 能有什么心事 来 好 我先去书房打个电话 好 那待会儿叫你吃晚饭 月月 待会儿爸爸陪你玩 嗯 好了 买了这么多 空局长 谁 周末愉快啊 是冷少啊 您是从哪儿进来的啊 我觉得你更应该关心 我为什么要进来 霍同 给我点时间 时间不多了 你要清楚 再让龙天宇这么折腾下去 你我的日子都不好过 那我也不能现在 就跟他撕破脸吧 你是警察局的局长 难道还对付不了 你的一个属下吗 要我手把手地教你吗 去找他摊牌 给他说清楚 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 他若再执迷我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局长 你要是真想动手 就动手吧 最新式的薄朗宁 试试 局长找我来 不是来试枪的吧 天愿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和你聊聊天 我十五岁那年初来混 我记得 算命地跟我说 我将来会是 一将功成万古枯 我不相信 即便后来我当了警察 如今 我坐在了警察局长的位子上 我也不信 拿着兄弟们的命 为自己捞好处 我是绝不会这么去做的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警察也罢 扫大街也好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天愿 你这人最大的缺点 咱们是多年的同事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兄弟 我真的不希望你有事 有没有事 这也得看局长您 不过您放心 有这份名单在 我不会有事 天愿 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不识实物 你知道你的对手是冷家吗 你知道和冷家作对的下场是什么吗 林敖东的尸骨未寒哪 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前车之剑吗 你不配提局长的名字 更不配做一名警察 你真不愧是 林局长交出来的学生啊 我记得 他曾经说过和你一模一样的话 警察首先是一个人 是人 首要的是活着 我和你们不一样 你们认为警察是一份崇高的荣耀 但对我而言 警察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差事 我不想害人 我也不想当英雄 我只想在这个乱世 过过安稳的小日子 既然你知道 林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为什么不离开警局 你觉得我还有可能离开吗 天无绝人之路 只有自觉之人 事到如今 也并非没有挽回的余地 我相信 你也是受制于冷家 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也是受害者 身为警察局长 一定懂得悬崖勒马 如果你主动配合我 一起将冷家绳之以法 一切都来得及 你太看得起我了 冷家那些事 我根本没有资格知道 天瑜 该说的话 我都说了 我真的不希望 把这个事做绝 为了你的安全起见 我希望 你真机队长的职务 就暂时不要等了 别怪我 我都是为了你好 事已至此 你还想织守这天 天瑜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是为你好 但是作为你的朋友 我还是要 最后再提醒你一句 冷家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死了 我 你 我 天悦 你要记住 是老百姓 赋予警察持枪的权力 你要时刻了解 你的枪口该指向谁 要用你的正义 指挥你 不要让你的枪 去操控正义 是 局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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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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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出货 入货 冷家究竟在做什么声音 王 这王是什么意思 王 一个没心完的毒字 冷家做的是毒品声音 怪不得会选择质检查 质检查可以完美地掩护毒品储存 和中转的痕迹 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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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质 找你好几天了 终于见到你了 什么事啊 我看到报纸上写的发布会 到底是什么人要害你啊 你不说的话 就算是默认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起 念知 这件事情事发突然 没来得及跟你说 抱歉 我知道你有你的计划 我也就是 瞎担心而已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害了九哥一家人啊 这 你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吗 我们不都是 朋友了吗 或许你告诉我 我也可以帮到一些忙 宁致 我们换个地方说吧 这事真的有点 复杂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你对我有什么可瞒着掖着的 你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吧 事实告诉我啊 你们两个都这么闲 上班时间来喝咖啡 大哥 你怎么来了 还说呢 刚才我在路口 你怎么来了 看见你们俩的车过去 喊了你们好几声 你们都没听见 怎么样 今天这咖啡 谁请啊 你在说什么呢 开玩笑呢 念知 今天我这腿啊 有点不舒服 你帮我去吧台 点杯咖啡吧 嗯 我能猜到你找念知 打的是什么主意 你要是敢说些不该说的话 我就当你是撕破了脸 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及的了 要死 大家一起死 你以为我不说 你们就能活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你以为我不跟念知说 他和你们这种人 就能是一家人吗 我们之间的恩怨 以后可以慢慢算 可念知是无辜的 从小到大 他都是置身室外的那一个 家里的事他一概不知 你有没有想过 他要是知道这一切 会是什么后果 所以我今天 求你放过他 求你放过他 你不要忘了 你也是有妹妹的人 卑鄙 你也配提伤害两个次 你杀人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起 你根本不配有念知这样的妹妹 你走天前受雷劈的时候 想没想过 会淋累他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没事啊 龙队长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情绪不太稳 对不起各位 我们家老爷生病了 不方便接受采访 各位请回吧 请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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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伯 你就通融一下嘛 老爷生病了 你可以让我们采访一下冷少 或者冷二少爷 拜托你了 通融一下嘛 拜托了陆伯 现在这个案子 社会关注度特别高 你也是知道的 对啊 对啊 实在对不起各位啊 请回吧 是啊 是啊 拜托了陆伯 现在这个案子 实在对不起各位啊 请回吧 请回吧 是啊是啊 拜托你了 是啊 陆伯 来人 老爷 那个上故事报的记者龙香香 让他进来 是 龙记者 请 请坐 好 龙香香记者 我没记错吧 是 管家 给龙记者上茶 是 老爷 那个 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 我这次来主要呢 是想采访一下您 刚听陆伯说 您生病还能接受我的采访 我已经很感动了 什么 对对对 都是一些陈科顽疾 就是 反反复复的 总是让人不消停 那行 我加快节奏 这样子不会耽误您的休息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想采访一下您 对上姑华界警方 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的感想 这件事 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如果要用四个字 来概括我的感受 那就是 大快人心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初 租界庭审林九哥的时候 我已经明确表示 我绝对不相信林九哥是凶手 如果这次龙队长所言非虚 也算是还了我一个心愿 也还了所有有良知的老百姓的心愿 那您对接下来案情的发展 还有什么期望吗 首先 我希望警方尽快抓到真凶 还林九哥一个清白 给局长报仇 其次 我也希望龙队长能注意安全 你们报社那篇报道我看过了 写得实在太惊心动魄了 连警察局长都敢下手 还三番四次地 要加害龙队长和林九哥 凶手背后的势力 一定非比一般 最后 我在这里呼吁 那些警察局长 要加害龙队长和林九哥 全尚姑氏的所有有志之事 要团结起来 为华界警方摇旗呐喊 告诉龙队长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好 谢谢您 这个龙香香啊 真是有两下子 小小年纪 有如此的比例和胆识 你们看看 这是他昨天采访我的报道 写得真不错 有其兄必有其妹 龙家这对兄妹 真是青年才俊 是啊 爸爸 这个龙香香的确不错 他不尽有才华 人我也接触过 单纯善良 果然如此 一点也不奇怪 这个龙天宇 为人行事 重情重义 顶住压力 跟凶手算账 真称得上是当时豪杰 有这样的哥哥 龙香香肯定不会查到哪儿去 对了 念知啊 听说你跟龙天宇是好朋友 爸爸有个想法 看能不能这个周末 把龙天宇请来家里吃顿饭 龙天宇平时挺忙的 我想我们没什么事 就不要打扰人家了 是 爸爸以前是说过一些错话 是爸爸的不对 爸爸也是要经历过一些事 才能看清楚他的为人 说到底嘛 是爸爸的自私 但爸爸的自私完全是因为你啊 你想想 世上哪有父母 不希望他的女儿 能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呢 是不是 您的意思是 可是您之前 很不希望我跟龙天宇交往啊 是 爸爸以前觉得他配不上你 但是自从那个发布会之后 爸爸对他完全改观 他重情义 有胆识 爸爸很欣赏这个小伙子 那好 那我去问问吧 我也吃饱了 爸爸 我们真的有必要 这么抬举那个龙天宇吗 这样做 会不会有失我们的身份 我们冷家会怕一个小小的龙天宇吗 他这个发布会在我眼里指示小儿科 我要灭他 眼都不用眨一下 不过 他是个人才 人才死了 太可惜了 最好能为我所用 最好能为我所用 他是个聪明人 肯定会明白我什么意思 不过这种人 容易蹬鼻子上脸 爸爸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个龙香香 是龙天宇唯一的软肋 您放心吧 我以后 我会重点照顾他的 有点长进 软硬兼施 才不怕这个龙天宇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啊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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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没有打扰到你吧 怎么会 快请坐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天宇 我今天来 就是想问 你方不方便 这个周末 家父想邀请你去我家吃个饭 冷间度啊 你要是太忙也没关系 我知道 不 我去 那 我们就定周末吧 你可以早点去跟家父聊一聊 嗯 你 你 是不是 放弃 送你 这个主题 却不会和幸福 若即若离 越来 越清醒 越不可能轻易 感受着 寒冷的 倾听 你 浪潮涌动着 万丈人生情欲 她的喜怒你 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俱下 孩子般的顽皮 曾无声无息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言幻影 在那个夜里 上天最遇的经历 天栏杆和墙壁 等不住落叶化 成春泥 你 嗯 白鱼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 在 心里